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景 今天打算去北海岸兜峰 看着蔚蓝的海景,放松心灵 那我们就出发吧 一开始从新北投复兴高中出发 一路上会经过四季长廊景观台 这边可以看见整个大台北 眺望101,很适合晚上来看夜景 一路上会经过淡水无极天原宫 拥有五层圆形宝塔寺庙 每逢樱花季就会吸引大批人潮 之前来到这附近有一间有名的贝壳庙 庙生以贝壳珊瑚等装饰闻名 疫情过后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感谢观看 天水湾山庄 整个社区看起来好壮丽 直接面对海景的度假宅 长脚96,听说是一间有名的美式餐厅 感谢观看 海湾山庄 海湾新城 在十年前的时候看到社区外观吓了一跳 面积庞大 长期受到海风侵蚀 加上生活不便 较少人居住 父鸡鱼港 以盛藏花械为文明 位于新北四十门区富贵甲的附近 可以看到造型特别的烟囱屋顶 往上行驶来到了富贵角灯塔 为台湾最北端的灯塔 明治29年建造 是台湾日治时期的第二座灯塔 可惜疫情关系只能经过彩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后一站来到了十八王宫庙 传说古时候曾有十七名出海的渔民 因御风浪而翻船离难 一只中泉进水族人训主 被海浪冲至庙子附近 湘民以此庙作为他们的安息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回城了 图中经过人气打卡热点 約10公尺的拱門特殊天然馳景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北海岸對北部人來說交通非常方便 也新增許多打卡景點 想看看海的人很適合一日遊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訂閱 看更多照片可以追蹤我的IG 下次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